第六届东亚运动会 于今年10月顺利举办 中国香港代表队 在自行车 基建等项目上 均有所斩获 香港运动员通过比赛的洗礼 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 亮相国际竞技场 香港如何培育体育人才 全民体育气氛如何 本期节目我们的记者 走访了香港体育学院 请您跟随他们一起了解一下 梁家明是今年香港城市大学的毕业生 学习社工专业的他 却选择成为一名全职的剑机选手 梁家明认为 多亏有院校和家人的支持 他才能顺利地完成身份的转变 通过之前的比赛 其实之前我参加过亚伦会 和奥运会 其实这两个比赛 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经验 同时期间男子重剑 就是11年开始正式入体育院的重点项目 如果得到这个资助 其实之后对我参加 做全职运动员是很大帮助的 我家人和朋友都很支持我的 其实我对这方面就没有负担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 可以有更加多的空间 给自己去全职训练 所以我定下两三年 给自己看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成绩 从兼职训练的大学生 变身职业运动员 梁家明与记者分享了 他在角色转变中的感受 兼职训练 每日只需要应付一节的训练量 其实全职来说 就要应付两节的训练量 对我来说 其实一个挑战就是 比如每一日要应付两节的训练量之后 肌肉和生理上和食物方面 都要补充得好些 才可以应付下一节的训练 同样是全职剑机运动员的张小伦 是2010年广州亚运会 花剑个人项目银牌获得者 并在今年东亚运动会中 与其他队员一举夺得 男子花剑团体金牌 这是香港剑机史上的一个突破 大型运动会里面 给了我一种很大的信心 和很债的冲击 因为我们在亚洲的 剑机水平来说 算是非常之top 和很高的水平 也都可以取得这个成绩的时候 也是我们香港的历史性的突破 所以都觉得 当时非常之开心和兴奋 对于张小伦和香港剑机队 在东亚运动会的优异表现 教练汪昌勇认为 这离不开刻苦的训练 充分的准备 以及大型运动会的磨练 这个东亚运动会之前 我们也做了 教练员也做了精心的准备 包括在计划上 包括以及训练上 从技术战术上 都有了充分的准备 对于香港运动员平日的训练 张小伦认为 团队的时间协调非常重要 其实我们香港的运动制度 可能比较自由一点 我们可能去和教练 和和我们体院的团队去配合 如何去分配训练和读书的时间 我们其实整个运动队 我们差不多有80%都是大学生 我们fancing team 因为他们个个都是 一边读书一边玩fancing 比起游泳 跑步等运动 剑机在香港的普及度并不高 但香港剑机队 从未停止对剑机的推广 fancing现在我们开始 慢慢都会推广 还有现在多了很多小朋友 都开始接触fancing这个项目 我们可能在匡民署 或者在我们的总会里面 也都是开很多不同的剑机班 就是给多些不同的人 去接触这个项目 了解这个项目 香港的生活节奏快 运动场馆少 市民缺乏锻炼的时间和空间 王昌勇认为 香港目前整体的体育氛围 虽不尽人意 但未来前景客观 这个氛围不是很浓厚 但是通过一些大赛的 一些香港体育运动员 在这些大赛上取得一些成绩以后 现在逐渐地有点好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